卖个是离海批柴 让它好 不同方式的运动 这样的锻炼身体 也还要锻炼这块肌肉 锻炼那块肌肉 你这好 所有的肌肉都能锻炼好 还给你免费 多好 自动锻炼 所以你看你现在搞得像特种兵的身材 要不然你要是如果是没有农场 早都成了大肚男大叔了 所以农场好啊 付出总有汇报 你这个是对身体上的汇报一样的 空气好 空气真新鲜 空气新鲜主要是也锻炼身体 这样你不要抱怨 以后干活干烦的就想了 我等于是免费锻炼 人家在健身房还搞得大汗淋漓的 你这还没有汗还没出汗 所以还行呢 慢慢悠悠地锻炼 都捆成这样一把一把的 对一把一把的 然后晒干以后 烧火的时候方便了 这搞了几十年又有经验了 实践出真知 你这人家好像是旧社会解放前才去 这样才烧 你现在一下子回到解放前 过解放前的生活 我在电影里面电视里面 那老太太给他缺财烧 你这现在又开始卷缺财烧 有无战争啊 这个今年这个气冬天呢贵啊 所以啊 欧洲那边好像是都开始弄柴啊 是吧 对欧洲人烧不起了都 涨了十倍啊 那个天然气的价格 加拿大的他倒不缺气 但是他都出口 他越发气都出口到欧洲去 所以加拿大也涨了 涨了百分之三十啊 好像说是 没有涨那么多费 他等了 咱们家不是少的 咱们是地热的去哪 地热去哪还好一点 影响的小一点 电费好像还没涨 你说那俄乌战争结束了以后 是不是也还是不行 因为俄罗斯他 他不跟他 不是惩罚他们了以后 那气也不行了 俄罗斯可能是这个以后啊 他因为 因为他找到其他的替代的地方 有 欧洲有替代的 他不要你的 有 俄罗斯你这位当武器 当武器等人打完仗 不要你的 那也那也惨了 现在他们就说 从那个乌兹别克斯坦 那个地方 修到一个天然气管道 修到一千八百公里 修到意大利 有 你看从那边走 我不要你的 我要那个乌兹别克斯坦 那边的 你那边也有气 不是光你 乌伯斯有气 所以你拿这个 你也卡人家脖子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你千万别想着 离开你这个臭鸡蛋 别人就做不成巢子糕 那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 地球都照样转 那等于是不管什么事情 都是几家欢喜 几家丑 等于是 对 就这么回事 哎呀 我不希望战争 我们想到世界和和平平的多好 人们和和平平的过日子多好 哎呦打仗多可怜 老百姓可怜 你为啥赢到太阳 你背到太阳多舒服 都晒黑了 脸都晒黑了 然后你看那个 那个印度 现在啊 印度 伊朗 印度现在主要是 俄罗斯的油 西方不买它的 都是出口给中国和印度 现在那个伊朗就说 哎你不能这样的 那个你看西方制裁俄罗斯 你都买它的油 那它制裁我 你为啥不买我的油啊 你得买我的油 所以你看 俄罗斯的竞争对手 这些伙伴啊 硬啊 不是对不对 你以为你那个 能把这个东西当武器 不是的 对呀 你能拿住人吧 最好不要打架 所以大家都和平相处最好 世界人民是一家 这是最好的 和平 我们是和平主义者 这个世界要是 以后没有战争的多好 人们都太太平平 大家都过好自己的日子 多好 哦 加拿大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加拿大 还有上回是说谁 罗威好像是 对呀 你原先那个911的时候 那个美国人 对不对 出世界上去玩 他都不敢那个说是美国人 都说是加拿大人 对呀 走到哪儿都说加拿大人 挪威好像也还行嘛 也是希望和平的人 是吧 对 他是中间他谁都不赚 谁都不支持 挪威对呀 你像那个挪威尔和平奖 每年就有他办法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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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